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访谈中 主持人托德多次提到涉华议题 在台湾问题上 托德问布林肯是否准备好所谓军事保卫台湾 布林肯旺称 中国大陆针对台湾地区日益激进的行动 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不过当被问及假如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是否会做出军事回应 布林肯说自己不愿回答假设性问题 美方近来频频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指手画脚 西方媒体11号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 美国驱逐舰马斯廷号 在菲律宾海对辽宁舰进行了近距离的跟踪监视 就连航母上的舰载机都清晰可见 本月5日中国海军证实 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而美国海军发布的这张照片证明 美舰对辽宁舰编队进行了近距离的跟踪监视 有业内人士指出 从美军发布的照片来看 单从舰艇操作而言 这种距离在正常范围 不属于危险接近 但假如当时辽宁舰编队正在进行训练演习 有实际使用武器的科目就会很危险 多名军事专家都认为 无论如何 美军此时发布这张照片意图明显 显示出美国对抗中国的决心 意在拉拢盟友 为盟友壮胆 近日 美国国务院还大幅松绑所谓对台交往准则 鼓动美国政府与台湾方面的所谓接触 11日的《环球时报》评论指出 中国大陆方面需要做出适当反应 增加美台这样做反过来的压力和风险 进一步刻画 他们挑衅就将付出相应代价的台海逻辑 他们每一次改变现状都应当是麻烦而非轻松的 需要受到警告而非鼓励